哈囉 各位 我是乖阿姨 沒錯 暑假就快到了 再一個好的假期就是要來介紹 免費的FPS遊戲給大家認識認識 這款遊戲名稱叫做Ironsight 在6月20日 也就是上週四的時候 在Steep推出亞洲、東南亞、中東及非洲的伺服器 支持的語言有韓語、英語、日語 並未支持中文啊 不過這點大家可以不用太擔心 我會盡量把一些重要的資訊 整理出來給大家了解一下 那我們就先來講講 強戰遊戲中最重要的槍枝方面吧 在Ironsight裡 是可以F1、F2、F3切換不同的槍枝裝備的 初始化設定 F1拿的就是步槍 F2重鋒槍 F3則是狙擊 為什麼我會說是初始化設定 因為它是可以去做更改的 你能夠設定三個都是拿不同的步槍 或者都是狙擊槍 在遊戲回合開始前啊 都是可以快速切換的 當然如果有舔速 還能夠擴充F4等等 有更多的槍枝裝備的選擇 而在創角色的時候 它會免費送你7天的一把步槍 一把衝鋒槍 一把狙擊 分別為K2C、MP5、DSR 我相信有大多數的人 還是想要買新槍枝的嘛 這點不用擔心 剛創角色時 都至少會有超過2萬的遊戲幣 而遊戲商店中的主槍枝都是永久 而且都是2萬遊戲幣剛剛好 除非染色4萬起跳 所以各位是能夠先選擇新槍枝的 說到槍枝 最相關的就是配件 IronSize採取的是等級獎勵方式 每一把槍都有專屬等級 你需要花時間去玩 去練 就會解鎖相關配件 當然不同瞄準鏡也是需要等級的 而每一把槍最多只能裝2個配件 只要點擊進去 就能看有什麼能夠去改裝 自己能夠去做搭配 其他2格的話 1格是掛在槍枝的吊飾 1格則是特殊彈藥 槍枝方面就先講到這裡 整體槍枝方面講完 最重要的就是遊戲開始的設定 會有4種圖案 第一個 螢幕圖案 就是調整解析度 全螢幕視窗 畫質 語言等等 第二個 音量圖案 就是調整聲音 大聽音樂 效果音等等 第三個 鍵盤的圖案 就比較重要了 按鍵設定 這款FPS遊戲用到的按鍵算是挺多的 基本動作方面 WSD 走路 空白鍵跳與翻越 C 蹲下 Ctrl 則是怕下 還有算是最近大家槍戰遊戲中都會去做更改的 按住瞄準機 按住奔跑 都能在這邊更改為HOLD 除了這些 還有額外相關技能的按鍵 我就針對幾個點 G的部分算是投資殺傷性的投資物 Q的話算是偏戰術性 閃光 煙霧等等 而這些投資物都能在個人倉庫點擊去做更換 還有戰術有主動技能與被動技能兩個部分 先說主動技能吧 分別為4 5 6按鍵 主動技能有很多種 有導彈系統 機槍塔 全地圖偵察機 小範圍偵察機 反偵察機等等 就是要看大家如何去做搭配 被動技能的話有三種不同屬性可以去做更換 第一格技能的選擇不會在第二格出現 以此類推 第一格內容比較屬於槍支方面 加快瞄準速度 擴容彈匣 切槍速度等等 第二格屬於體力相關 腳步聲隱藏 增加體力之類的 第三格比較特殊 額外的加成方面 更清楚的聽見腳步聲 生命回復加快 說到生命回復 在Iron Sight裡是能夠自動回血的 前提是不能遭受任何攻擊的 需要一段時間的休息 打完一波躲藏後慢慢回復 而這些被動技能通常每一套裝備都會用不同的技能來做替換 不太可能都用一樣 最後設定的地方 第四個滑鼠圖案 就是滑鼠靈敏度去調整最適合自己的手感 那麼遊戲設定的地方就到這邊先結束了 準備進入遊戲吧 遊戲有五種模式 第一個與第二個分別就是最經典的 團隊死鬥及爆破模式 下方三個就是搶奪資源 佔領及牽線 我玩的還是以上方兩個團隊死鬥及爆破為主 下方三個比較少去接觸 如果有某種模式不想玩的話 點擊下方setting把勾勾取消掉就可以了 當然想跟朋友自定義遊戲開房間玩的話 也可以選擇Custom Match 都是看大家的選擇 大多數的話都是直接點擊Match 自動配對就可以了喔 點進去之後將會開始配對 配對完成後會進入一個房間 Iron Sight屬於第一人稱 沒有友軍傷害 6V6競技模式 9回合搶5獲勝 在第4回合及第8回合都會攻守交換 如果是和朋友一起玩的話 通常都會一組 不太可能會到敵方隊伍 最多能邀請5個隊友一起配對 就是6人小隊 當然在房間裡會隨機挑選3張地圖 採取投票制 哪張圖的票數最多就哪張圖開始 目前總共有13張地圖 不包含教學地圖 地圖的部分就要讓大家去熟悉熟悉了 遊戲實戰方面還是要以實際遊玩最為清楚 這邊要注意的就是畫面右下方的體力 不能長期奔跑 遊戲的角色會累的 這點需要特別注意 那麼整體遊戲重點部分就講的差不多了 當然如果有沒說到的 歡迎大家提出問題或者是幫忙補充 整體遊戲玩起來的感覺我還挺喜歡的 有點像是毒蛇部隊吧 我的感覺 最希望的還是伺服器能夠更加穩定 因為最近晚上人多的時候 還是常常會爆劈 短線 歡迎大家下著玩玩看 畢竟也是免費的嘛 好的 我這一次的介紹影片 就先到這邊結束囉 喜歡的話別忘了點個喜歡 想關注我未來的新影片 那你記得點個訂閱 並且按下小鈴鐺 這樣第一時間就能觀賞新影片囉 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